她一出生就注定要駕相機 佳穎她的名字有個機子, 她就是… 古具機, 沒錯 希望你今天幫我拍照 我今天叫做拍相機 拍相機, 那就行了 我希望你成為聖誕美人 你幫我拍照 我要拍到聖誕樹之餘 還一定要拍到 兩棟有代表性的大廈 按照我看, 沒問題 你在這個位置, 我在那邊 用一點低角度 可以拍到聖誕樹和兩座大廈, 好嗎? 好, 你這樣看 你這部拍相機, 拍得我這麼猛 不是, 這個是一般人 拍夜景時都會出現的創意示範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手震 那怎麼辦? 來, 我讓我告訴你 這個膝蓋繩 因為有一個腳架 它的功效是讓你不用震 再加上它按這個繩的時候 你不用直接碰到 那就更加不用震了 自己震了 是, 快門我等會用四分一秒 讓曝光能夠長一點, 吸光多一點 這樣就漂亮了 就專業感動了 好, 我立刻拍了 好 給你, 這張是否漂亮很多呢? 你看 對 那張樓多漂亮 人也漂亮, 拍得了 那棵樹真的很漂亮 機仔還建議ISO即是感光度設定在800 這個設定比較適合拍夜景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用了腳架和Shutter繩所拍出來的效果 是否比較穩定和漂亮呢? 他又建議光圈設定在5.6 人的面口和背景光線就會獲得平衡了 其實拍聖誕燈色 還可以加多一點點脆味性 例如加上這個十字鏡 有什麼用? 十字鏡出來的效果 燈子從一點點會變成十字、十字、十字 十字, 十字, 十字 那不就像很多顆星星的照片一樣 很漂亮的 好 機仔用了一個有局部十字鏡效果的 濾光鏡所拍出來的燈, 有些特別閃 而用有全部十字鏡效果的濾光鏡 所拍的燈全部都閃閃發光 這位攝影機還有一個建議 就是除了拍聖誕樹這個主體 背景也很重要 選擇這麼有古典味的立法會 大樓做背景 可以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做香港人當然要拍一下 慈名中韓的尖東燈色 機仔也很提議 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灣仔的海旁 先看看對面 對面就是尖東的 尖東的燈色很漂亮 但是等著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一手抱著尖東的燈色 怎麼抱著燈色? 你就這樣抱出來擺這個姿勢 這樣是抱嗎? 這樣就可以了, 抱著它 真的嗎? 對, 我出去拍 很棒吧? 很滿意拍相機 不如這樣吧, 現在我想拍新界 九龍、香港 總之整個香港都想拍, 好嗎? 就是現在 我馬上預訂直升機給你, 好嗎? 我去…你先等一會 等到你就等了 聖誕快樂, 拜拜